大家好,我是普普 在这里向您展示如何使用BorrowBox应用程序 现在您已经登录BorrowBox 此程序将向您展示主页信息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您借阅的书目 预定的书目 借阅历史和阅读清单 在底部工具栏中 您可以点击导航图标 进入不同页面浏览电子书 电子有声读物和电子期刊 您还可以在搜索栏中 搜索所有三个目录下的内容 点击可用 系统将仅显示可供借阅的书目 如果您想搜索中文标题 可以搜索单词Chinese 每个目录都有清晰的分类 例如年龄范围 推荐阅读 文学流派 和所有出版书目 EPress 也就是电子期刊 共分为杂志和新闻 如果您不想立即阅读某条内容 您可以将其添加到您的阅读列表中 您也可以使用预览功能浏览图书的部分内容 您最多可借阅15本书 借阅期限为三周 您可以设置一个借阅提醒 提示您到期时间 如果您想借阅的书目已被他人借阅 您还可以免费预定 在您个人账户中的借阅页面 您可以续定或归还您的图书 现在相信您已经准备好使用BorrowBox 祝您阅读愉快